天氣好好喔 好想要丟人出門去玩一拖喔 好啊好啊 我要外出走走 我要出去放風了 我覺得不要欸 出門要戴口罩 蛤 你們各位不來喔 真的很可惜欸 奇怪欸 怎麼都沒有可以表達 好可惜的貼圖喔 最近貼圖出很多 買到怪沒錢了 你為什麼不用三星的貼圖 那是什麼 三星有出貼圖 有啊你們不知道嗎 我教你們 好喔 好那大家來跟著我們一起做吧 首先開啟我們手機的相機 然後找到更多裡面的AR區域 AR區域點開之後 你會看到AR貼圖的選項 幫我點一下 這個時候他就會請你幫自己拍一張照片 我們就對著自己按下自拍 好拍完了之後呢 他就會自動生成你一組專屬的人偶囉 而且你看了之後覺得 欸我覺得我的鼻子要再挺一點 我的眉毛要再粗一點 或是我想要留鬍子的版本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細節 再去額外做調整喔 調整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AR貼圖裡面的貼圖製作囉 這樣大家會了嗎 欸你那天教我的AR貼圖很有趣耶 對吧 對而且我發現啊 它裡面還可以設計人偶的專屬服裝喔 欸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公開 真的有有有有有 打開相機 選擇AR區域 選擇AR貼圖工作室 從設計服裝裡面 選擇你自己喜歡的衣服 再從媒體瀏覽器裡面 選擇一張你喜歡的照片 這時候就可以設計出 屬於你的人偶服裝囉 欸博文 你在這邊走來走去幹嘛 我在這邊藏了一個寶藏 等一下你就跟著這個路線走 就可以找到我們今天藏的寶藏 尋寶嗎 對 這麼神秘啊 好 出發囉 好 剛剛看到的功能很有趣吧 它是我們AR區域的手繪都在攝影喔 那我們要怎麼操作呢 請先幫我打開你的相機 開啟我們的AR區域 你就可以看到 手繪動態攝影的功能喔 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啟你的後鏡頭 對著你附近的道路 或是樹木 甚至物件等等 你可以輕鬆在上面做繪畫的功能 還可以做到錄影的模式喔 當然如果你今天 你的目標物是有人臉的 當然你也可以對著它的人臉 做一些很可愛 很有趣的繪圖功能喔 這樣你今天學會 這個AR區域的功能了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